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若直线L方程式是AX加BY加C等于0 的图形是如右图 则P点X座标是A乘以B Y座标是B乘以C 是落在第几项线内 首先呢 这个L方程式是AX加BY加C等于0 所以当Y等于0的时候 X是等于负的A分之C 当X等于0的时候 这Y呢 是等于负的B分之C 因此呢 这个点坐标是负的A分之C 0 这个点坐标呢 是0负的B分之C 那因为呢 这个点在X轴的正向 因此呢 这负的A分之C 是大于0的 那这个点呢 是Y轴的负向 因此呢 这个负的B分之C 是小于0的 所以呢 由这里我们得知 这个A分之C 是小于0的 而且B分之C 是大于0的 而且B分之C 那A分之C 是小于0 代表A跟C 是1号 那B分之C呢 是大于0的 代表B跟C 是同号 因此呢 在P点的坐标 在A乘以B 那因为A跟C 是1号 但是C跟B呢 是同号 因此啊 A跟B是1号 那么相乘呢 是负的 好 那B乘以C 因为B跟C 是同号 所以呢 B乘以C啊 是正的 因此呢 这个P点的坐标 这符号呢 是负正 所以呢 这P点是落在 第二项线内 这个答案